祝主兼兼护士国 给我力量保守我 是我一生走载路 始终心满意足 弟兄姊妹们平安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原因 尽量往前坐 因为你坐得很后面 主耶稣还是要叫你当门徒的 我们尽量往前坐 我们开始有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真喜欢当你的门徒 主啊这是一件何等尊荣的事 你居然看得上我们 你居然悦纳我们 你不仅仅呼召说 叫我们起来跟从你 主啊你乃是亲自在这里 带领我们 教育我们 来塑造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我们谢谢你 为了每一堂课我们都求你祝福我们 不仅仅把能够属灵的悟性赐给我们 让我们听得懂 更是把一个顺从的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喜欢来跟随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要讲属灵的传承 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 决定不是只是为了今生而活着 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跟永恒发生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救恩会临到我们 神就是要教我们在有限的人生 平凡的人生里面 但是我们却跟神发生了关系 而且我们是带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地上经过 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 决定不是只是为了今生这么短暂的 它是有永恒的价值 一定要跟永恒发生关系 那同样的 更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生 只是为自己而活着 神把我们摆在地上 我们周围是有人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 不仅仅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对 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要对 我们不仅仅要在神的面前活得能够有价值 那我们一定要在人的中间活得有价值 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属灵的传承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我们这一个人 怎么样子能够把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生命和使命 怎么样子把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祝福 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周围的人决定是从自己的家人开始 这个中心到圆周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职场 或者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community 神一定要叫我们这个人 做一个有影响的人 而且不仅仅影响在我们眼前周围的人 神要叫把他给我们的祝福 能够pass down 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不光是肉身上的 不光是我们的儿女 也是我们属灵的 新生的一代 所以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的 一面来说是跟我们肉身上 当然是比我们年纪轻 你的儿女不可能比你年长 对不对 那旧的肉身来说是pass给年轻的人 但是旧的属灵上来说 我们周围任何人 刚得救 他心得救 他甚至还是福音朋友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属灵传承的范围里面 我们要去影响他的 不是 我们要去知道他的 那现在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放在生活里面 因为这都跟我们的生活 发生非常直接的关系 你要知道这个仇敌有一个轨迹 是历史历代以来就在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 你发现法老对神的百姓有一个轨迹 他们不仅仅是用都公辖制他们 他们有一件事情就是 凡是男孩子就杀掉 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子就杀掉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为了断代 就是让他们中间没有后代 男孩子杀光的女孩子 他们娶来 然后童话 然后以后就没有以色列族 没有纯正的希伯来血统 神选民的这条线就被切断了 那就没有基督 你就晓得这条线整个就被切断了 这是仇敌一直要做的事情 他的对象其实是神 仇敌真正against的是神 但是他是知道神的旨意 整个在人的身上 所以他就借着来影响人 来阻止神的旨意成就 所以断代 甚至绝子绝孙 是仇敌一直要做的事情 你就发现仇敌里面 只要看到我们在这里 有属灵的生育 神家在这里有属灵的传承 他是一定要破坏的 这是一定的事情 那么你从今天世界上的观念 你也可以了解 就是如果人是神和撒旦 现在的焦点的话 你要知道神在这里要得到人 那撒旦更是全力地 要在这里得到人 这是一方面 那任何被神得到的 撒旦一定要全力地要来破坏 要把他给抢回来 你从这个Silicon Valley 你就可以了解 这个所谓的挖脚公司 谁好就来挖 对不对 我不是说我好 我最后一个工作 我根本没去找 是人家老是打电话来 我实在被打烦了 我说我没有空写Resume 他说你没有空写 没关系 我们帮你写 所以我最后一个interview 我的Resume是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跟上面的老板聊天 聊到一半 他问我一些东西 我说对不起 Resume不是我写的 你最晓得地上的人 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来挖脚 有一次我去外地讲到 回来坐在American Airlines 飞机上 他们的这个 飞机上都有他们的杂志 那一个广告里面就写 No.1 rule 或者 rule No.1 他说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customers Somebody else will do 就是你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好 你的客户的话 别人会照顾他 所以弟兄姊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不仅仅神想得到我们 请你相信我 撒旦全力想得到你 同样的 在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孩子 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 撒旦一直要做的事情 就是得到 神得到我们 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撒旦得到我们 是偷窃 杀害 毁坏 让我们为他效力 让我们against sin 让我们从神的旨意 从神的祝福中出去 所以你要晓得 属灵的传承 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重要 我很喜欢中文 我常常你们也听我讲到 常常求这些 讲英文的孩子 我说你们英文比不上我们中文 英文inheritance 就是继承 中文是传承 两方面 又要传又要承 所以我们中文讲属灵的传承 我就希望借用这个意思 我同样的信息 过两个礼拜我会到英文主去讲 我还会求他们 不光传还要承 take two sides 同样的在座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有传的责任 但是我们也有承的责任 到底我们在承受什么 从我四十岁以后 当然我三十多岁 神就召我出来服侍主 从我四十岁以后 我每一次看到一个 属灵的前辈走掉 你知道我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 我已经看到很多属灵的前辈走掉 很多我很敬仰的 我就在想 我们凭什么来接棒 这个棒子我们接得起吗 我不能逃避这个责任 因为我已经四十岁了 我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 我知道棒子一代一代的要传下来 而现在转眼之间 我已经到了要传棒的年纪了 对不对 不管我有没有东西可以传 但是我知道 我已经是到了那个 有责任要传的 其实传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今天我们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我跟你讲 神的心意决定不是说 他上了Berkeley 他上了Ivy League 你就是成功的父母 在神的眼中从来没有这个 神在乎我们到底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 怎么样子为神国 神家养育下一代 所以我们教会整个儿童主日学 有三个大方向 所有的主日学老师应该都记得 对不对 第一个大方向是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 一定要建立 而且要强化跟神第一手真实的关系 而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要在乎他们跟基督身体的关系 他跟基督 他跟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来到神家 决定不能让他自我中心 决定不能让他 我行我素 他要干嘛就干嘛 要让他学习认识 我们是活在身体的里面 然后我们神家第三件事情 培养他Christ-like character 塑造他生命性情 是像基督的生命和性情 这是我们对的孩子 对我们大人其实是一样的 对着我们教会里面任何新信主的 新加入教会的 新来到我们中间的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我大概将近三十年前 看了一个VCR tape 一个录影带 全部是黑白片 它是一个纪录片 他就把以色列 过去这两千年 当然有一些以前没有video 他们就造图片 或是把人画的图片出来 讲整个以色列犹太人复国的历史 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 为什么能够在亡国 两千五百多年 将近两千六百年 居然能够复国 从人类的历史上 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被别人同化 它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而隔了两千多年 能够回来重新复国 这是一个miracle 我们决定知道 是神后面主宰的权柄 神的旨意 但是当旁白的人 在那里讲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以色列民族 有这么强的向心力 他说因为他们非常注重神的话语 以色列人 不管被分散到世界上任何的角落 他们在家里面的家庭 家庭祭坛 他们家庭的属灵教育 是代代相传 决定用神的话语 非常非常清楚神的话语 有一节 其实我们圣经上有引用 不妨我们现在就看 可能经文打不出来没有关系 生命记 这是我们很熟的 第六章 第六节 他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来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儿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你要知道这句话 以色列人是literally 照着字面完全遵守的 你到以色列地今天去看 他们有那么多的拉比 走在那个枯墙面前 头上戴着一个黑盒子 戴在儿上 绑在身上 然后穿在身上 他们挂在门上 挂在城门上 我一下忘了那个英文叫什么 是叫Azusa还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里面是可以塞经文的 他们很多人就是塞 《生命记》第六章 这个东西就贴在门上 你一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这句话在那边 放在一个 它变成装饰品 你到以色列地 一定有人卖你的 然后新约的犹太人 不信耶稣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有的装饰品 做得太像十字架 所以他们再也不放正的 垂直放 他们把它放成斜的 你就晓得以色列 新鲜的多刚硬 他们完全守旧约 但是至少他们对神的律法 他们是非常严格地纯守 代代相传 为什么他们能复国 因为神的话语 因为他们属灵的传承 做得非常地好 我想我们中国人 如果被人家同化 几代 你看我们的下一代 已经吃McDonald 天天讲英文 那个国语讲的都听不懂 好 那我们今天讲传承 既然是两面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背诵经文 今天有两节 一个是重在传 一个是重在接 我们把它读一遍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是保罗 要临上断头台 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卷书 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路 他在监狱里面写给提摩泰的时候 他语重心肠地劝提摩泰 那在这里我们短短的一节经文 你可以看到属灵的传承 包括了几代 四代 保罗 提摩泰 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就是能教导人的 第三代 被这些忠心能教导的人 所教导的人 第四代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 短短的一句话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四代 是要传承的 是一定要传承的 第二个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 这里是讲到我们 需要主动地 谦卑地 认真的 去效法前人的角中 所以保罗能够说 你们要效法我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需要在主的面前 非常主动 非常谦卑 非常认真的 来接受 来承计前人的丰富 前辈的丰富 我们以前在美国 中部读书的时候 因为没有任何中国教会 只有查经班 所以偶尔我们请到 东西两岸的讲员 甚至从海外来的讲员 你知道在我们那边 都是轰动 都当宝贝的 除了让他讲道以外 在我们查经班里面 我就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我们讲完道以后 我那时候还没当传道人 比他狠心 我说我们听完他讲道以后 有我们的挖宝聚会 听着懂我的意思吗 挖宝 因为他身上还有很多宝贝 他讲台上来不及讲的 那是这个司底下可以讲的 所以那些讲员到了 我们那边去 当然如果有很多聚会 我们会稍微小心一点 等到他最后一天 比较空的时候 我们陪他吃宵夜吃到很晚的 因为很多吃的东西 我这个不是暗室是民室 因为了很多宵夜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讲话 我们就问他很多的问题 我常常很喜欢问前辈的问题 我说如果你要跟我介绍 三本属灵书 你会介绍哪三本 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 所以我常常从不同的长者里面 听到他们讲 我会说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好 他会告诉我怎么读这本书 我常常就从里面得到了 很多前代的丰富 我会请问他说 如果你这一生 整个服饰的精华里面 你用几句话告诉我 你最大的体会 最大的体验是什么 你对我们年轻人 最大的劝勉是什么 我真的是宝贝 每一个神的仆人 真的 他们都太宝贵 你看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请了这么多连长的神的仆人 来当我们退休会讲员 吴勇长老 余利公牧师 神保罗牧师 刘东坤牧师 徐尔介牧师 你看这些都是连长的 都是连长 我为什么请连长 时间有限 宝贵 而且他们累积的丰富 很多的丰富 可能是从他们错误失败来的 我们都可以学 所以両子妹 这是take two sides 就是一方面我们有传承的责任 一方面我们有接棒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有这样 我们如果不接 我们怎么传 我们拿什么传 所以我后面会问的一个问题 也许可以放在home walk里面 我们有空多讲 我们有东西可以传吗 如果有人今天来问我说 你要传承的话 你最想传承什么 那我想问听众子妹 What we are going to pass down 你要传什么 我接着就问了很狠心的问题 我们真有得传吗 所以我希望这个题目 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警醒 我们在家里面养孩子 我们在公司里面传福音 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当leader做榜样 带领同工 我们自己要知道 双方面都需要 又有船又有城 他跟我们生活 每一个层面发生关系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把它放在传承的题目 所以特别在今天这个世代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撒旦也在这里争夺 人 不信主的人 他当然抢着不要他信主 信主的人 他不要我们爱主 他只要你得救就好了 他不要让你当一个认真的基督徒 所以为什么 我前一阵子引用一个资料 不光是中国的大使命杂志 王永迅牧师他们大使命 做的这个调查 中国教会的基督徒的孩子 上了大学 不是不聚会 是丢弃信仰的高达80% 这个数字是让人很痛苦 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我那天讲完道的时候 底下有一个弟兄跟我讲 他说美国教会一样 他前两天刚刚看到同样的资料 美国人 不晓得是Focus on the Family 还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机构 79%点多 那也是等于80% 孩子上了大学 不仅仅只是软弱 妥协 被世界掳去 而是根本否定了他们的信仰 所以你就晓得 今天我们在传承上出了问题 我们都看过接力赛 relay这种赛跑 接棒接得好不好 不是光传棒的人 接棒的人也有责任 两个人要很好的配合 棒子才接得好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讲传承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 所有在神家有福祉的 所有甚至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都有传承的责任 一方面要承 一方面要传 我们要能够去接 我们这个世代所需要的 尤其一个世代比一个世代 所处的环境更艰难 整个世代更黑暗 对不对 我常常跟于师母 有时候在家里面 想到我们的下一代 想到他们的再下一代 我现在抱着我的孙子 我都不知道他到teenager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胜过 他那个世代的试探 太可怕了嘛 对不对 这些网络iPhone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在上面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 打弹珠抓蟋蟀没有的事情 我们怎么去让孩子们 能够有够强的内在生命 让他们身上能够有抗体 不是光绑在家里面就可以了 你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去的 你不能把他放到无菌室里面去养他 这个世界不可能无菌的 旧造的生命里面本身就是败坏 所以我们传承上我们非常重要 所以传承至少包括了两方面 一个是属灵生命的传承 一个是使命的传递 生命上 我这里讲的传承绝定不是肉身 这个生儿养女是成家的目的 这个连小孩子都知道 我们也不用多说 我这里讲的是属灵生命的传承 那既然是讲属灵生命的传承 在这里讲到一个条件 就是所有能够传承下去的 必须是基督 所以在我的身上 我必须经历十字架 没有死而复活 就不可能有基督 就不可能有传承 所以主耶稣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所以请你记得 我们这个人能不能产生后代 我不管你自己肉身上生了几个孩子 在神的眼中 有没有属灵的后代 在乎我这个麦子肯不肯死 如果我不肯舍己 不肯接受十字架 不肯接受耶稣的复活生命 做生命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传承 你顶多生了很多的孩子 子子孙孙 在神的眼中 这个袋 属灵的袋是断的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小心 这是生命上的传承 第二个使命上是讲到 见证的火炬传递 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为神家去寻找 而且培养 见证火炬的承接者 你要知道 真正可以承受使命 火炬的人 不是这么容易找 其实照理说应该每一个人都是 但是今天神家荒凉到一个地步 我们需要去找这样子的人 需要去培育这样子的人 所以找也难 培育也难 我是不知道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在神家久一点 或是像我们当传道人 当牧者 你要在培养一个器皿花了很多的功夫 五年 十年 仇敌可以几天就破坏它 真的 你要把一个人从底下拉拉拉拉拉 拉到站在一个高高的桌子上 你要花很大的力量 但是别人只要轻轻一拉 他就下来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家的器皿被仇敌破坏 我们心里面真的很不甘心 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这个器皿就这样子完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知道 要为神家寻找 那其实很多人你不需要寻找 你自己的孩子就死了 这是神特别托给我们 教会旁边的弟兄姊妹 放在你小组的弟兄姊妹 都是神托给我们 我们就从他们身上开始 我们哪里知道这个人 有一天会被称为保罗地儿 我们哪里知道那个打鱼的 有一天成为得人的渔夫 对不对 我们哪里知道 那个原来在那里 整个人生乏味 不知道干嘛的 有一天成为BDgram 叫全世界几百万个人得救 How do we know 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一方面为神家寻找 另外一方面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火 你才可能去点火 对不对 也是同样的原则 你要传承 你自己必须要有东西 你要点火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火 所以燃烧自己 点燃别人 这是我们传承一个很好的描写 就是让我这个人啃舌井 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啃舌井 让火烧我们 这是讲到啃舌井 但是决定不要只做到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太可惜了 我说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书签我很喜欢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打在我书里面 这个很长的时间勉励自己 可是我在主面前更往前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层次还不够好 应该是燃烧自己点燃别人 因为你早晚有一天你会烧光的 对不对 我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早晚有一天 这个蜡锯会成灰的 但是在我还活着 我还亮着的时候 我能够不断地去点燃 在我这一生里面 就算我只能点燃十个人 这十个人都再去点燃十个人 我的第三代就已经多少个人 一百个人 对吧 再去点燃十个人 他们就一直下去了 一直下去了 你不要以为这是乱说的 这是我们实际上 经历上真的可以做的 我们就是在主人面前立地心志 好好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底下我们来看到 我这里讲了这两个生命上 属灵生命的延续 使命的传递 我引用了保罗 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 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 这两节圣经都是讲到 跟奉献有关的 但是我把它借用过来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 而且绝对的属灵原则 就是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然后多种的多收 少种的少收 我称它两个garden rule 这个杀种的黄金绿 你种什么收什么 现在收的常常是我从前种的 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我从前这样子种它 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有好几篇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 有一个爸爸 他自己在神的面前 等于是非常的亏欠写的这篇文章 他说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很多的动作都像他 走路的样子 扣鼻子的样子 讲话的样子 通通都像 各方面都像 所以大家说like father like son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都很得意 他说哪里小的 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到了十几岁 到了二十岁 他在开始收他的恶果 他说儿子不光是外面的动作像他 所有的性格 性情 生活习惯 通通像他 跟他一样自私 跟他一样懒惰 跟他一样乱七八糟 跟他一样对外人很好 对家人很meet 跟他一样是不懂得体贴 所有在他身上的个性 他通通在他儿子身上完全看到 弟兄姊妹 这个说过了 种的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想要收到好东西 今天开始种 不管过去已经种了多少不好的 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 每一个今天 都是我们余生的第一天 我们好好的把它利用 好好的把它给挽回过来 我们现在要简单讲一下 圣经中的见解和榜样 那么失败的见解 我提三个 美好的榜样也有几个 失败的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 出埃及记之前 你发现以色列人在埃及 他们非常蒙福 埃及法老把全哥三地 最好的地方送给以色列 所以我说当神的百姓 当约瑟 当雅各还在的时候 当神家还属灵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这个世界 是要为我们效力的 不光外面的世界 为我们效力 甚至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人得益处 所以埃及地把最好的 白手送给以色列 也就是因为埃及 把哥三地 把一个那么安静 没有人打扰 然后是很好的 牧放群羊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在那里 不仅仅可以很快地 发达 仓大 以色列在短短的年间里面 他们生了这么多的人 成为一个民主 世界就是把最好的给他们 但是你知道 从出埃及地 第一章就不是这样子 当摩西走了 当那些认识神的人 当约瑟死了以后 有不认识神的新王 出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被都公挟制 他们开始过 非常辛苦的生活 弟兄姊妹 你今天就是看到这样子 就是这个属灵的传承 在中间什么地方掉了 神的儿女们不再活在神的面前 生命不再刚强 跟神的关系不再正确的时候 你发现同样的世界 马上反过来 都公挟制他们 他们因做苦工就哀求神 他们天天所摸的都是属地的事 赫尼 烧砖 做田间各样的事情 天天摸的都是属地的 这跟我们今天多像 你想想看 挑你任何一天好了 从早上到晚上 这十六个小时 自己算上看 百分之多少是摸属地的事 所有的东西 归给法老做激活城 比东跟南塞 全部都是归给法老 最后就是杀兰英 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对比 对比 传承 没传好 第二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约书亚的时代 他们除了那一次骄傲 跟有当灭之物 在爱城面前 有一个小小的失败 阿德外斯在约书亚的时代 是所占皆解 没有一个仇敌 可以在约书亚他们面前站得住 这也是约书亚记第一章 神给约书亚的应许 在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所以他们都好好的 不管有任何的仇敌 根本不可能在他们面前站得住 全部都被打败 但是这个棒子传到往下传的时候 我在这边栽录了一点经文 因为这节经文很重要 四世纪第二章七到十五节 我只栽录了几节 他说约书亚在世 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你注意到了没有 当约书亚在的时候 百姓们都侍奉神 就连约书亚死了 当初跟着他一起 南征北讨 看过耶和华行大事的长老 还在的时候 那个局面还可以稳得住 但是接下来 第十节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又离弃了耶和华 然后底下十四节 就讲到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重 你就发现神的百姓 就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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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往下走 这是非常明显的 你看我们买会所的那一代的 弟兄姊妹讲起那个 我们心里面再软弱 再灰心都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激动 还是在我们里面 因为当初亲自经过了这一关 那我不是说你们新来 就没有经过 对不对 但是神会用别的环境 带领我们经过 那我在那一段时间 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 我引用了这个 Bruce Wilkinson 他有一篇文章 那我根据他那篇文章 我们做了一个PowerPoint 我现在打给大家看 有三把椅子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一代的基督徒 或是第一代神的儿女们 他们认识神 The New God 他们认识神 第二代不一样了 变成知道神 并不是第一手 或是有关系的认识 而是头脑里的知道 历史上的知道 家里面所传下来的故事 他们知道有神 知道神做过事情 而到了第三代 刚才我们也读过了 他们有新的世代兴起 他们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神 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事情 第三代就不知道 第一代跟神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commitment 他们是尾声的 他们把自己献给神 活在神面前 而第二代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只知道神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compromise 有很多的妥协 很多东西变直了 而到了第三代 他们是confusion 他们不能够明白 因为他们跟神没有这个关系 第三件事情 第一代让主居首位 把神摆在前面 所以讲到God and me 讲到神跟我 而第二代的人 他们只是知道有神的事情 know about God 所以他们是me and God 把我摆到前面去了 而到了第三代 就是me only 只有我 为我独尊 自我中心 这次你都看到了没有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同 而我们今天很谦卑地 拿这个回头看我们今天 就拿这个基石来看我们今天 在我们身上 跟我们的下一代中间 有没有差距 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差了 我自己身为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跟你说 第二代 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们前一阵子有特别专题探讨过 第二代 第三代的基督徒 要么很蒙恩 从小活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家庭 如果教会也还正常 他们都还长得不错 我跟于师母最近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们是第五代的pastor 你看像戴德森家里面 这个四代传也是第五代 到了戴基宗牧师 戴戴做宣教士 我们去的这个教会 带领这个童工 讲到的童工 他是已经第五代 虽然他的力道比不上他爸爸 他爸爸来讲到 几句话就是不一样 知道很老练 但是他们家至少这个传承 代代下来 都是很敬虔的 但是你在这里发现 到了圣经里面 第二代 第三代就开始不行 我自己身为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也知道 我从小就听过很多的东西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怎么做 会得到叔叔阿姨的称赞 等到我再大一点 我知道怎么做 我会得到这些童工们的称赞 我在大一点的时候 我知道在教会该怎么表现 可以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 通通都知道 但是很多的东西不真 很多的东西是因为 我知道在神家 什么东西讨人喜欢 什么东西得人尊重 弟兄姊妹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缺少里面 spiritual reality 缺少属灵的实际 缺少我真正跟神之间 第一手真实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教育 我们的下一代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哎呀 孩子天天会跟你背圣经 每天会跟你一起祷告 它就是对了 not necessary true 不见得是对的 如果都是对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 一进的大学 百分之八十的人 放弃了他们的信仰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怎么样pretend 他们知道怎么样 在你面前装甲 怎么样 就算他不是故意装甲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东西是假的 或是不真 他以为这就是了 因为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礼拜天的聚会都很好 唱诗敬拜神拍手 然后开始回家上车 就开始批评 说今天那个弟兄 真是岂有此理 我明明要吃鸡腿饭 他把这个卤肉饭给我 他们就认为说 基督徒可以做两面人 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 你关起门来 在家讲的话 外面的人虽然听不到 但是却代代传下去了 孩子们都在看 孩子们都在听 我们不是不觉都在影响他们 所以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 其实是很危险的基督徒 太多的东西 知识有了没有属灵的实际 那我知道在座很多人 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在美国才信主的 但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你家里面就有第二代 我们是如何培养他们 我们是如何带领他们 只要他们礼拜天来聚会 就对了吗 只要他们跟你说 他每天还有读经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吗 我相信没有人敢回答这句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 这是在传承上的见解 那么到了第三个例子 大卫的全身时期 到日后分裂的王国 你读圣经 大卫这么和神心意 他也犯罪 他也跌倒 但是他的悔改 他的认真 他悔改以后对神的绝对 他的坦然 各方面都是神赦免他 神也怨纳他 神继续使用他 但是你就发现 后代没有一个王可以跟他相比 不要说北国 北国所有的王全部都是坏王 南国勉强提到八个好王 但是真正的好王决定不出三代的 当然你在历史上你去读的话 你可以读到约阿斯 约阿斯生的亚马歇 亚马歇生的乌西亚 乌西亚生的约坦 这四个王圣经上都说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是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就说 只是丘坦还没有废去 或是他们 讲到说他们不如他的主大卫 甚至有两个王 虽然圣经上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都被删掉 所以你要知道 圣经上在那边讲他们是正 只是说他们没有拜偶像而已 并不是代表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 真正的好王像西西加 像约西亚 像约沙法 这些王基本上都决定不能连两代都不出的 所以你就晓得传承这件事情 要很小心去做它 我们不去做它 我刚才说过了 如果我们不take care 不好好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别人会来做 而且你想想看 今天仇敌已经借了多少的方法 在塑造我们的下一代 跟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我三十年前就看到一个牧师讲到 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unfair的battle 一个很不公平的征战 他说你想想看我们传道人 一个礼拜就那么一个小时 要去面对神额里面 每个礼拜几十个小时 在世界里面的熏陶 在电视上 那个时候不过只有电视收音机 现在这个影响力是远超过电视的 现在网路任何东西的影响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 弄一个小时 就帮助底下已经被世界洗脑了几十个小时 在世界的大壤缸里面 已经过了几十个小时的弟兄姊妹 借着一个小时叫他爱主 叫他回到神面前 你光回到神面前都花很大的功夫 不要说让这个人能够彻底地 竭尽自己起来爱神 起来奉献 他说这是一个unfair battle 这是一个太不公平的征战 那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话 我想问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 跟世界的王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 怎能够相比 不要以为他们在学校得到的 都是正面的教育 对不对 学校里面多少的朋友 多少可怕的事情 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也改了 同性恋也合法了 男生可以跑到女生厕所了 你知道孩子在受什么影响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 我们要为了这些事情 向神哀哭 如果连前辈们在传承上都这么失败 都没有把传承做得这么好 那今天到了我们手中 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世代 到了我这样子一个软弱的人身上 我要怎么样子能够把它做得好 所以 于是我常常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觉得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得更好 我不是说他们都不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亏欠 再怎么做 我都觉得还可以再做更多 对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我永远都觉得做得不够 所以我蒙招出来的时候 别人问我说你会不会想念工作 我说薪水高是不用想的好 我连想都不会想好 我一点不在乎 我说会不会想念工作 我说工作我非常喜欢 老板也器重我 我非常喜欢做engineer的工作 我说我蒙招以后 我再也不会后悔 也不会埋怨 他说那你出来蒙招以后 如果你最受挫的会是什么 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我没有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没有成就感 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我做一个project 决定不仅仅按时招 很多时候都是超级的 一个电脑从早上到晚上 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还有很多东西 电脑本身就证明你的东西是对的 work 通通都好的 可是来到神家 你跟一个人讲一个东西 你讲一个礼拜 讲两个礼拜 讲三个月 讲一年 他软弱就是软弱 他不爱主就是不爱主 到最后要离婚就是要离婚 要喝酒还是喝酒 要软弱还是软弱 没有办法 就是no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但是刚刚我讲的 关于撒种的两个golden rule 一个是什么 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多种的多收 少种的少收 保罗还要加一句 这话是真的 那golden rule 如果你还要加的话 还有第三句话 你们的钢要上忘了写 在第五个点 就是具体实行的路的 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我后面多加了一个诗篇126篇第五节 就是那牛泪撒种的 必要欢呼收割 不要灰心 就是做 我做我该做的 我就是傻我该傻的 我就是祷告 我该祷告的 我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 好 美好的榜样 我就不多说了 摩西跟约束亚 哈拿跟撒摩尔 伊利亚跟伊丽莎 保罗跟提摩泰 彼得跟马可 还有在这边 曹国豪跟加许 对不对 我想我们自己去加好不好 希望我们的名字 也能够出现在这个list上 具体实行的路 这是为什么今天请你们找进来五分钟 我很快讲一下 第一个要根据圣经 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 但是却又能够跨越时代的代沟 不管在文化上 思想上 生活的习俗上 基本上就是神的话是我们 整个传承的中心 不管是属灵的生命 跟使命的传承 一定是根据神的话 所以不要在教会随便发起 不合圣经的使命 让神而你们 劳民三财地去那里拼 而却没有价值 我们完全回到圣经上来 圣经永远是我们的根据 但是我们在传递的时候 在传承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对我们所处的时代 有第一手的了解 要适当地 内容不变 但是方式方法可以改变 像例如说 你同样是在讲历史课 讲旧约历史 那么到了这个现代以后 我们偶尔可以用点PowerPoint 对不对 造出一些以色列的历史地理 或是文物的图画 让大家印象深刻 你这种传承的方法 或是你中间插一小段 这个video clip 可以帮助大家印象深刻 不要去太在乎自己的末梢 而是要在乎那个大的 内容不变 但是我们的方式可以改变 所以我刚去中国的时候 连我们弄PowerPoint 都有人反对的 觉得应该不要依靠势力 不要依靠才能 只要依靠圣灵 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拿下来 就再也不用了 那么尽可能不枯燥地把东西讲出来 那现代的人又太依靠PowerPoint 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甚至花了PowerPoint的时间 比自己跪下来祷告时间还多 那是Terrible 所以我们讲PowerPoint用多了以后 不仅仅没有Power 连Point有时候都没有 真的吗 你不仅仅那个能力掉了 有时候就是靠PowerPoint 一个一个点讲完 讲完了大家都不记得重点在哪里 所以还是要在乎真东西 我们要传承 不是靠技巧 不是靠方法 我们还是要在乎 我们里面真正有火 真正有负担 真正知道自己要传什么 所以中国的传统教育 为什么常常被人家形容为 填鸭式的教育 因为我们衡量一个老师好不好 是根据他讲的好不好 根据他讲了多少 这是我们常有的观念 对不对 但是我介绍大家读的那本书 《改变生命的教学》 它说衡量一个老师的成败 是根据学生听懂了多少 学生活出了多少 学生被改变了多少 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就是拼命传 拼命传 拼命传 所以这个神学讲得人家越听不懂 你越高明 因为你有东西 有一些东西我们听不懂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在乎生命有没有被改变 我们是不是真的传下去 所以圣经是基础 那么第二个 要注重核心的价值 掌握该有的优先顺序 所以你看保罗自己传的时候 他说我单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你发现了没有 他传的也是照圣经说的 而且他传的东西有priority 我们自己教会 我曾经连续讲的六个题目 还是七个题目 我忘记了 讲到属灵的传承 讲到在SVCA 我们也是希望圣经真理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点都把它天天去讲 我们讲不完也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把核心价值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有限的时间里面 传给弟兄姊们 在这边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些题目 基督是一切 离开基督什么都不是 在基督里什么都是 对不对 十百科弟兄说的 任何事情不管大事还小事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让人家看到这个教会 永远基督是中心 基督必须积首位 基督必须是一切聚会的目的 内容 基督是一切 然后又在一切之内 在我们所有生活的遭遇里面 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基督 得着基督 至终活出基督来 这是整个圣经核心的 这个意向跟原则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里 掌握这个核心 能够一直传言一直传言 甚至当我们全联的主题 我们讲意向使命 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 使命是什么 那是我在九月中会跟大家讲的 我们讲生命之道 我们讲全家的侍奉 我们讲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弟兄姊妹 我们只能够掌握一些很核心的东西 每一个家有每一个家的特色 这是我们的家传 根据圣经 我们照着圣经的核心价值 我们在这里传递 第三个要以身作则 中国人说的身教远生于言教 而且另外一方面 对接的来说 我们要谦卑地受教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有所学习的 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他是从基督身上学 他自己是一个接的人 他从基督的身上学 然后他可以学到一个地步 他能够有把握说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菲利比书三章十七节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你想要传成什么 真的 真有的传吗 这句话 我不是在讽刺大家 我是对我自己的挑战 到底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传 然后从学的这一面 到底我们想学什么 到底我们想学什么 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东西 很宝贵是你没有的 我们能不能谦卑地去跟他请教 当你做完见证的时候 你有没有勇气去找你的区长 找传道人说 可不可以成全我 告诉我什么地方我该改进 要来就要来真的 预备好如果被剥皮不受伤 有些人也听过我讲过这个道 会后来找我说 余地兄你可不可以成全我 我讲到一半我就乐住我的舌头 我知道我不能再讲了 我再讲他要软弱三个月 真预备好 我是真心受教 我真心要学 那么我们去请教 那么我们有过度的讲员 或是我们神家里面 你们的小组长 教会的传道人 或是周围的弟兄姊妹 甚至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身上都有很多的长处 我们肯不肯谦卑地 从他身上取其精华 你这样子我们这个人 永远是一个丰富的人 第二个你为什么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你为什么想传这个 就是要掌握核心的价值 那么你为什么想跟他学那个 也就是说出我们到底在乎什么 我以前碰到一个弟兄 我那时候起码三四十年前 他说他每一次听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讲道 因为他是一个刚蒙召出来的人 他就会想说 同样的经文我会怎么用 那么为什么他怎么用 就是他会后他会去请教他 他说你怎么样子能够把经文分析 分段变成你这个样子 你可不可以教我 那这些东西不是一教就会的 他就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就发现 神家里面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这么认真 愿意在主的面前找尽 第三个 要怎么传承 怎么接棒 第三个才是how 所以第一个讲what 第二个讲why 第三个讲how 第四个要在乎传承的真实果效 所以我刚才提过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们都要小心 连保罗在传的时候 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 他都说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 而且需要你很认真 很用心 如果我们真正爱我们所传承的人 我们决定不要表面上觉得交差了事 我讲了就好了 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不喜欢带家庭祭坛 或是不喜欢做这个 有时候被太太逼得要去跟孩子读读圣经 出来以后说我已经带他读过了 就交代了嘛 我早上已经读过了 但是我觉得神在乎我们里面的真实 我们自己也要去在乎这件事情 最后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 没有人一讲就懂 一点就通 一学就会的 所以你要像种田一样 常常浇灌 常常浇水 连神自己都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他说我必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 你会发现连神在这里培养 他都需要花功夫的 而且他昼夜 他知道夜里有人来破坏 夜里没有阳光干嘛要看 因为有人来破坏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做属灵的传承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是神跟撒旦都非常在乎的事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从生命里面出来 让主耶稣真的从我生命里面 能够去影响别人 然后我里面真正有见证的火焰在我里面 有使命在我里面 所以当我去跟别人讲侍奉 当我去成全别人 当我去在这里教导别人 带领别人的时候 别人可以感受到我里面的火 不会感受到只是一个硬邦邦的要求 他会里面受激励 受影响 觉得这个使命我也要有份 这件事太有福了 我也要 其实这是我们很盼望有的 所以现在传承的事情 我们一个人做很辛苦 我今天为什么要在生活的ND里面 要把这个题目放出来 我就是希望我们全教会一起来 大家一起为神家的下一代祷告 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儿女 我说的神家的下一代 就是所有新得救的 所有刚刚进到神家的 所有年幼的基督徒 我们都需要一起为他们祷告 让这个传承是真实的 让这个传承是真正成为他们祝福的 不要说这一代完了到了下一代 四世纪所出现的那些问题 就都出现了 那些人已经不认识神 不知道神 甚至转去拜别神 而到最后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们 然后仇敌兴起 挟制他们 我决定不希望 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我们的孩子 或是我们在这个教会 得救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我们全教会一起来 我们好好的祷告 为了这些事情 我们一起把这个见证 把它给传下去 一起把神家的co-value 我们能够传下去 所以我们在英文主也会传 请大家也为了孩子祷告 希望他们也能够在乎这件事情 也能够在乎 能够从父母 从教会 得到一些属灵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结束了 主耶稣摆在每一个题目的面前 我们里面都显出了我们自己的亏欠 显出了我们的不足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谢谢你 趁着我们还有时间 你就让我们知道这些事的重要性 和我们的不足 它都成为我们成长的机会 成为我们成长的空间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家中都有自己的孩子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困扰 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 真的是用尽的方法 来夺取他们的心 来吸引他们的注意 来消耗他们里面属灵的生命 主啊 我们需要你把上头来的智慧和恩典 赐给我们 让我们不仅仅知道如何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我们能够来养育下一代 我们也更是为了神家 为了这个世代 能够培养器皿 能够培养真正起来 传递见证火把的人 主啊 恩待你的教会 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停止的教会 不让我们成为一个 在你面前退后的教会 当整个世代快速的堕落 整个世代的挑战 越来越严肃的时候 你让教会刚强 是从你面刚强起来 为神家兴起下一代来 我们向你祷告 帮助我们 听我们这样子的呼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